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現在是講無這種這樣的職業 或者這種人的下集 先講講中國毛 上集講了中國的毛 在古時是 毛也 毛也 或者美也 或者靈也 甚至乎伊也 大家都聽過這個 我們的祖先 叫做皇帝 皇帝呢 皇帝呢 其實呢 是不是一個人呢 是不是一個獨立的人呢 在古時呢 讀書的時候呢 那些老師呢 都創地解釋 說呢 皇帝 這個 是一個人來的 是一個獨立的人 雖然呢 他在史記裡出現 但是這個人出現的時候呢 也是一個所謂傳說中的人物 在近代來的 在近代來的 皇帝 這個名稱呢 可以是一個 是一個 族 是族的名字 換句話說呢 他不是一個 單單的人物 而是一個 是族 傳了是族的族名 這個皇帝 中國皇帝的 皇字呢 不要寫錯 這個是 黃色的 黃 到了百字頭 下面的 黃呢 這個呢 秦始皇開始 用了這個 皇帝的 黃字呢 作為呢 他的 皇帝 他的 大帝 的 稱號 之前呢 在春秋戰的時候呢 這些是諸侯王而已 都是三惑王 諸侯王 甚至乎周朝的 皇帝呢 都不能夠用 白字頭 下面的黃 黃字 來講的 好了 那麼 大家 有沒有奇怪 為什麼 他是叫做 皇帝呢 為什麼不是叫做 綠色的帝呢 不是叫做 紅色的帝呢 他叫做 皇帝呢 那麼 原來呢 皇帝是傳說中的 中古遠代的 華夏 民族的 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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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者 就是共產黨的 共同 推舉 他為一個 主人 一個 率領的人物 也是 後來呢 我們說 五帝之首 那麼 這個皇帝呢 他本來呢 雙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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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 就這樣 彈原是 有人說 他不是姓公孫 啊 雙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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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以姬為姓 所以後來也是為之姓姬 那你知道中國最早的時候 在三皇帝之前 未必是有姓氏的 中國的姓氏很多是起源於他居住的地方 也有是他分封的地方 譬如我姓劉 這個劉字本身作為一個文字的解釋 非常之兇橫 你看他有三把刀 上個某字是一把刀 下面金字也是一個金屬的製品 旁邊這兩棟其實是刀字 即是他的意思 可以很明顯看到是用刀 用刀做什麼呢? 不是載割食物 是殺人 所以劉字如果用解釋 作為文字的時候 他是殺人 為什麼?劉其人 古書都說 殺了一個人 但是現在呢 通常都不用這個意思 只能回到一個姓氏 這個姓氏呢 也是一個分封地 封在那個地方 所以叫做 然後來跟這個分封地 而作為一個姓氏 中國人的姓氏很多呢 是分封的地 或者是阻止的地 來決定的 剛才剛才說 他姓基 就是基水 這個地方 所以 叫基水 姓基 他又是 有名為 有熊士 有隻熊忍的 是不是真的有隻熊忍呢? 那又未必 熊忍很凶滑 加拿大經常 很多熊忍呢 在露營區 都 捕死了一個小孩 小孩 那小孩呢 看慣了卡通片 看慣了漫畫 以為熊呢 是很仁慈 很善良 很friendly 但是呢 原來 熊忍呢 那隻爪呢 好像五把刀那樣 一隻爪 一伸出來 一捕下來 它的力量呢 它的熊忍小的 都二百多磅 大隻超過 那麼 那個力度 力水呢 一捕下來 那真的五度傷口 割穿心肺 它不是真的 有隻熊人 它是 在有熊這個地方 建立它的國家 建立它的領土 所以呢 也稱為有熊氏 那麼 當年呢 講著 中國的 五行學說呢 在那個時候已經流行了 有熊氏呢 就是 天然皇帝呢 就以土為王 土德為王 土德呢 土德呢 這個顏色 是什麼色呢 屬於什麼色呢 那麼 很簡單的一個邏輯呢 或者觀察呢 就是 土是屬黃色的 黃色就是Yellow 黃色之黃 那所以呢 所以呢 我們呢 也稱 這個 天然皇帝 為 黃 帝 那現在知道呢 原來它是 以 土為德 土呢 顏色是黃色呢 它叫做黃帝呢 那就容易記了 容易記憶 它是黃帝的 那這些呢 很對不起 學校的老師很少地解釋給你聽 不過不怕 你聽我這個節目呢 就自然有這種呢 解釋 有這種呢 文化上的解釋的了 那 因為它呢 比較是 或者這個氏族呢 或者這個個人呢 是 相當聰明 相當呢 有 對人類 當時的中文呢 有貢獻 所以呢 後來呢 也 打敗了 痴尤 一會兒我們再說到痴尤 而呢 使得 中原一個地方 長久和平 建立了他們的農業社會 所以呢 這個呢 專為我們的 祖先 皇帝呢 就是我們的祖先 所謂 炎王子孫 就是我們 所稱呼自己 是皇帝的祖孫了 炎帝呢 是另外一位 有些人 一來講就是皇帝 這個呢 容後慢慢再研究 再講給大家聽 但是 他對人 對當時的中國人有什麼貢獻呢 他呢 首先 發明了歷法 這個歷法呢 中國的農曆 歷法呢 其實呢 不僅是以月亮的盈規呢 來做的 他四個時候呢 中國的法日 二十四個 節氣呢 有四個呢 其實是太陽的 就是這個 立東 立下 立秋 立春 這個是以北半球 太陽的 翻回來 回歸線 再翻轉頭 的一個呢 計算 其他呢 就是以月亮的盈規呢 來到去計算 那這些計算的歷法呢 是有助於什麼呢 有助於 剛才我講了 皇帝是建立了他們的 農業社會的 就是在北半球的中原地帶呢 他們 農民呢 就依據著農曆上高 所顯示的 歷法的 節氣 而從事耕種 什麼時候下種 什麼時候隨從 什麼時候收割 什麼時候東藏 全部呢 這句 歷法呢 通常來說 都是很準確 尤其在中國的北方 這句歷法呢 自然呢 就會 很暢順 工作很暢順 因為呢 很多時候呢 因為 不是 28日呢 就是一個週期 是30日 就是一個週期 所以呢 所以有補 補 補 潤月 這個呢 融後慢慢再講 歷法 再講 那 除了歷法之外呢 他還發明了很多 天文啊 地理啊 陰陽五行啊 甲子幾年啊 十二生肖啊 甚至乎 有講到呢 他是 和文字 圖畫音律 都有關 或者尖鋪 或者音樂制製 這些 很多人說 甚至乎呢 風水 都是呢 皇帝呢 的 後來的 發明的作為 那 這個呢 我們統而言之 都是一個字 中國人的文化 最早的生活習慣 和遵守的規律 是從呢 很古代的文明 開始 已經擁有了 而且呢 延續下來 差不多呢 有成四千幾年的歷史 中間呢 改變的地方 不是很多 但是呢 持久地進行呢 真的呢 成為了呢 中國人呢 的一個 生活的指標 或者指導的思想 文化 這些呢 是政治或者經濟的力量呢 是不能夠呢 移動他半寸的 好了 那麼 皇帝的對手呢 是誰呢 在歷史上呢 在史記上呢 都有記載 這個呢 就為之 痴尤了 這個讀痴字 痴尤 痴尤呢 是甚麼人呢 是居住在長江流域 即是當時的 中國的 中原的南邊 還沒去到 香港 所以 香港是不是中國的南方呢 這個呢 有政治正不正確的說法 這個南方呢 在長江流域的時候 都是一個南方的地方 這個南方呢 就 有所謂九泥了 九泥是一個族名 是一個民族 那麼當時呢 當了這些這樣的民族呢 是南韓來的 其實呢 可能不是北方的人 但是呢 在現在來說 都算是中國的人 那麼這些人呢 也有可能是妙族 有可能是藏族 有可能是其他小數民族 那麼他和皇帝之間 引起的衝突 現在戰爭是怎麼回事呢 今天呢 就此打著 我們下一回呢 第三回 講到無的時候呢 再和大家分享 這個這樣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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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之戰 而他的 後面 引致到的結果 是怎樣呢 下回呢 也和大家分解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節目 那麼多謝各位的 捐款 還有呢 多謝各位呢 的支持 還有鼓勵 那麼今天的 如是我問呢 分開兩節的新的 形式呢 暫且和大家說再見了 拜拜